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排名第一 中国上榜的科技行业人物包括排名18的腾讯CEO马化腾 排名28的滴滴总裁柳青 排名30的美团点评CEO王兴 以及排名86的百度总裁陆琦 以下为中国科技行业上榜者介绍 18 马化腾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在中国 这一全球最大的移动市场 腾讯是一家巨头 凭借游戏业务和微信一款移动电商 以及包容一切的移动消息应用 用户数高达9 8亿 腾讯上季度营收接近100亿美元 同比增长超过60% Facebook为103亿美元 同比增长47% 11月底 腾讯的市值超过了Facebook 28 柳青 滴滴总裁 滴滴去年收购了Uber的中国业务 在这场激烈的大战中取得了胜利 今年 该公司将目光转向了国际市场 然而与Uber不同 在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 滴滴在市场开拓中并没有亲自参与 在总裁柳青的带领下 滴滴投资了全球多家共享出行公司 包括巴西的99 以及中东和南亚地区的Kurim 滴滴此前还投资了东南亚的Grab 印度的Ola 以及欧洲的Taxify 今年 滴滴在美国开设了实验室 为现有业务和无人驾驶汽车研发人工智能技术 滴滴表示 该公司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车队 今年还宣布将建设自主的电动汽车充电装网络 滴滴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平台上提供100万辆电动汽车 而这样的网络将提供支撑 目前仅仅在中国 滴滴就拥有4、5亿用户和2100万司机 30 王兴 美团点评CEO 在王兴的带领下 中国的外卖应用美团 点评今年已成为全球估值排名第四的创业公司 近期由腾讯领头的一轮40亿美元融资 对美团点评的估值为300亿美元 较两年前翻翻 当时 团购网站美团 网与商户点评网站大众 点评网完成了合并 该公司提供各种类型的商品和服务 彭博社将其称作 Glupon Yale Foodpinder和UberEats的大杂会 但尽管如此 该公司在中国以外的知名度不高 86 陆奇 百度总裁及COO 陆奇于2017年初加入百度单任首席运营官 从而接近全球规模最大 最具实力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顶层 不过 他并没有利用规模去打压竞争对手 而是启动了名为阿波罗的项目 致力于以开源合作的方式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 如果开发者和学术界无法自由地分享数据和思想 那么自动驾驶汽车就无法很快发展 陆奇今年4月发布的阿波罗项目提供了平台 帮助各方基于共同利益去分享 推动更好 更安全汽车的上路行驶 此外 陆奇还负责了Duros的发展 这是百度应对亚马逊Alex推出的产品 百度的小目标是让全球所有人使用Duros 近期 百度开发了一款芯片 从而将人工智能助手置于任何带麦克风和喇叭的设备中 以下为今年榜单前十名的简单介绍 一 杰波贝索斯 亚马逊CEO 2017年可能是亚马逊三零时代的黎明 在三零时代中 亚马逊将瞄准零售行业最大的品类 包括食品和服饰 展开大规模收购 而基于语音的新计算平台将成为主流 今年作为亚马逊过去23年的架构师和领导者 贝索斯正在深入百货行业的核心 亚马逊以近1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全市超市 2.苏珊福勒Susan Fowler 引发Uber大地震的前员工 2017年2月19日是Uber灾难的起点 福勒撰写了一篇长达3000个单词的文章 详细描述了自己供职Uber期间 Uber内部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现象 他的文章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导致Uber创始人及前CEO 克拉维斯卡兰尼克 Travis Klenick被迫辞职 以及20多名员工 由于性骚扰指控被解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订阅 刽转